王城君 助理 王城君 刚才的王城君其实表现不错 比如说在和平精英的赛场上 如果有碰到自己的队友是对手的话 会不会心软呢 当然 会 当然不会 不会啊 当然不会 昨天已经 已经互相伤害过一波了 对 你们平常 你们中间谁打游戏打得最好 是哪个游戏呢 比如说和平精英 现在应该是 你们评一下 平时私下打游戏也是像刚刚那样 有点吵吵的状态吗 那可能会更吵一些 对 可能会更吵一些 因为有很多没有办法播 所以刚才比较收敛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下一个老师 那边 想问一下翟小文 昨天比赛看你的和平精英 性别是女 角色是女是怎么回事 对 是怎么回事呢 请问公祖老师们 对 因为我们的号是分配的 因为他们当时还问我是怎么回事 然后头像我就挺像我的猫的 他们以为是我自己换的 然后还想问一下张银齐老师 那个听说喝鸡汤烫饺了 是 是的 还没喝到 没喝到 是 是怎么烫了呢 就是没有拿吻嘛 太激动了 因为排练完回去就特别激动 想给自己补一补 明天在舞台上有个好状态 结果直接错失了一个舞台 那你们挖的鸡蛙有衣宝吗 能报销吗 应该是有的吧 应该这些都不需要自己套腰包的吧 我们这里条件非常好啊 然后现在也在招这个新的员工 大家有意的话可以报名 是 投下简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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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后还敢再喝鸡汤吗 喝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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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排骨汤 是 排骨汤安全 OK 继续 想问一下张远琪就是 会不会根据这次和平经营比赛 会不会以后有机会写一首新的那个 关于和平经营的歌完成菜鸡三部曲 但我觉得这次我不是很菜吧 队友们觉得我菜吗 不菜 非常强 对吧 对吧 所以这个菜鸡这个词应该再适合我无缘了 好 还有没有老师要提问了 看来已经很期待接下来的 激动人心的环节了 我们这个环节越来越激动 还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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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问一下正宁 刚刚你在玩游戏的时候 就是你们在讲那个泰式普通话嘛 然后说听到广播在听我们讲话 就那个时候心里是什么心情 那个时候好羞耻啊 真的 就感觉 就感觉做一些 做一些事情然后被发现了那种感觉 对 当时 然后现在看到大家都在嘲笑我们 所以你讲的还是很开心当时 当时讲的很开心事后就挺后悔 但是想提问你一下 就是作为一个女孩子跟三位男孩子一起打游戏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吗 什么样的感受 对 我觉得 我感觉我不是女生 对 为什么 然后 因为 因为可能我是外国人 他们对我很好 谢谢 然后 没有关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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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很开心跟你们一起玩游戏 我们也是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就再次进入下面一个激动人性的环节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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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